毕业典礼上 代理校长杨昌玉与毕业班师长 逐一为毕业生波岁颁发证书 观赏回顾影片 杨昌玉校长也勉励毕业生成为社会上的点灯人 对老师们坚持教学到最后一刻 且是学生如家人让他十分感佩 也就是以一个点灯的一个意念 来让大家知道大家毕业了 他们当初来这个学校 其实就是因为想要去参加国际竞赛 所以我就待到现在这一刻 那也很开心他们也很努力 所以最后有去参加法兰克福的竞赛 然后得金牌会来这样 撞销一甲子坐落在嘉义阿里山山脚下的大同技术学院 因为财务问题7月底将正式起动 今年70位毕业生中有茶农 也有中年退休的学生 他们对于成为最后一届毕业生 内心深感不舍 也感谢学校四年来的用心培育 这四年是我最丰富的四年 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说我们这个科系 是全台湾唯一的那个茶叶科系 我们又是在嘉义是那个茶产业的专业区 所以我也是觉得说 政府要重视这个产业 很感谢 也很不舍这个学校 没有 因为少子化没办法嘛 因为我班上本来是快40个人 今年毕业才13个人 所以说有些不舍 典礼结束后 毕业生也在灯笼上纷纷写下自己对未来的期许 代理校长杨昌玉说 大同创校至今已60多年 为国家培育4万4千名毕业生 未来嘉义市校本部和嘉义县太保分校 将分别移交县市政府接管 新航亚太电视刘彦旬方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导